自从泰国的BL戏剧大受欢迎之后 这股风潮席卷全亚洲 日本、韩国等地纷纷推出BL作品 日本性格小生领木亮平 也挑战这个题材的电影 和新生代男星龚杂冰鱼 在改编至已故作家高山珍的 同名自传小说的作品中 上演《南南暖》 大赤道的演出引爆话题 这日两位主角和电影团队 到戏院宣传造势时 就自爆很紧张观众对他们 我们这部同志电影的反应 对,刚刚在这部电影里 昨天… 那边吧?那边的端子 在那边看过去 两个人 有什么时候 搭配搭的音乐 我常常说 但今天就算是 谢谢 谢谢 很多大事件都发生了 我认为 我认为 在不认为 我认为 我认为 昨天看不见 我认为 我认为 每个人都拍到 每个人都拍到 我认为这些是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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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电影不单单是日本的票房不错 林木亮平和龚杂兵渝 还凭出色的演技 取得这届亚洲电影大奖的入场圈 分别入团为最佳男主角和男配角奖 他们会不会成为赢家 3月12日颁奖礼自有分晓 其实除了票房和奖项之外 林木亮平也很重视观众的厚悲和回响 我认为这一通讯都没有逃避 我认为这些是什么 我认为这些是批判和称赞 我认为大家的意见 非常兴奋 我非常愉快 我认为这些是很高兴的内容 所以没有人 也有些人 也有些认为 我认为这些认为 我认为 我认为很愉快 我真的想有意義思想的 《SMAP》 《这个映画》 《SMAP》 《歌詞》 《スマップ》 《演唱》 《夜空》 《柔らかい場所》 《今でもまだ締め付ける》 《そんな映画》 《写真》